受到摩羯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澎湖离岛七美 出现云海啸的壮观画面 澎湖气象站说 这是沉积云的现象 是干湿云层对流造成 气象上没有特别的专有名称 但看起来像海啸一般 这一个壮观的画面 日前在七美上空出现 因为像瀑布又像海啸横扫而过 天空云层化成黑白两个世界 凝少不少居民抬头观看 七美乡长吕启静说 当天有下阵雨 呼吓呼停 然后就有人看到云海啸画面 但他觉得不稀奇 因为天空宽阔 偶尔下雨天就会看见这种场面 他觉得像冲浪的画面 是很特殊 却也不奇怪就是了 澎湖气象站说 这是因为摩羯台风外围环流引起 外围环流刚好碰上七美上方的云雨带 干湿对流造成 但这不是云瀑布 云瀑布一般是气流撞到山头后 随山坡留下的感觉 其实这个原部最主要是 摩羯台风的外围环流 它是一条一条的雨带 然后这条雨带 它就会形成一个现状的对流 然后这条 以昨天而言的话 这条雨带的话 大概是从屏东 一如往高雄 然后一直往我们七美这边靠近 所以说这个跟云瀑布看起来差不多 可是其实它的动态是不一样的 七美因为地势平坦 又无高楼 让这个云海啸的画面看起来更干净 壮阔 好像电影场景一般 就真实的出现在人们眼前 看到的都很压抑大自然的力量 记者 陈荣誉报导